自秦开始 和氏璧便陡然转换了身份 成为了国之重计 传国玉玺 从此 和氏璧被赋予了皇权正统的光芒 引来了无数觊觎与争夺 千年的朝代更替 人世变幻 将和氏璧的故事演绎得更加扑朔迷离 当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颓然退场时 紫禁城里那方疑似和氏璧的玉玺 也随之销声匿迹 这不禁让人们产生了疑问 关于和氏璧的诸多故事 究竟是历史真相 还是富汇传说 傅晓凡老师对此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大清建立 在大清之初啊 这紫禁城里啊 收藏了三十九方玉玺 其中有一方啊 上面就有八个大字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有人就认为 这枚玉玺 就是秦始皇做的 传国玉玺 可是到了乾隆年间 有一回乾隆啊 把这三十几方玉玺 放在一块儿 辨别真伪 结果就把那克尔者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的这个玉玺 剔除了 显然乾隆啊 独具慧眼 他认出了 那个玉玺是厌品 清朝灭亡 有人就想到宫里 找一找 那玉玺到底哪儿去了 可是呢 虽然清朝灭亡 皇室成员还住在 这紫禁城里 一时不法得手 直到1924年 11月5号 这溥仪啊 被赶出皇宫 这一心想得到 传国玉玺的人呢 就期望在这个紫禁城里 找到这方传国玉玺 可是让他们失望了 就连那个厌品 也不见了踪影 那么传国玉玺 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人们就不禁要问了 你说你当皇帝 为什么非要要 这传国玉玺呢 因为历代帝王都认为 这传国玉玺啊 它有神性啊 你拿到它 就等于君权神兽 你这皇帝啊 就当的有合法性了 所以没有传国玉玺 就被讥讽为白把皇帝 你有了传国玉玺 不小心丢了 就意味着 你这王朝气数已尽 所以啊 人们都想渴望 得到这个传国玉玺 当然现在呢 帝制早已成为历史遗迹 玉玺也早已失去 传国的意义 可是毕竟失踪这么多年 找不到它 总是个遗憾吧 时间太久找不到它啊 人们就开始怀疑了 怀疑啊 这玉玺很可能是假的 人们编造的 首先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什么故事呢 就是变和暴玉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早建于韩非子 大家都知道 韩非子写了很多预言 什么滥鱼冲树啊 守株待兔啊 因此有人说呀 这变和暴玉 很可能就跟 赖鱼冲树一样 是韩非子编的 一篇预言 是为那些怀才不遇的人 名不平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观点 很难成立 为什么 因为 和世必这故事 不仅仅建于 韩非子 在战国策和史记中 都有过记载 第二呢 怀疑人物的真实性 谁呢 变和呀 说这变和能在深山里 发现这玉仆 说明他是个 经验丰富的玉工 这年龄不会年轻啊 至少三十岁了 可是这变和呢 经历了三代楚王啊 尤其是这个楚武王 执政了五十年 两下一家 那这变和起步快九十岁了 你说被砍掉两个脚 活到九十岁 怎么可能 因此人们得出结论 说很有可能 变和是虚构的 不过我认为 这你只是猜测 一个人活到九十岁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三呢 认为这和世必 不可能改造成穿过玉玺 持此观点 人的证据是 肉背好 未知必 意思是 圆形的玉器 它的半径 是圆孔半径三倍 这样的玉器就被称作 壁 而且很薄 所以 一个很薄的圆形 玉器 中间又有孔 它是不可能改造成 四寸建方的玉玺的 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真的很有道理 也就是说 这个观点直接否定了 和世必和 传国玉玺的关系 可是我总觉得 持此观点的人 忽略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韩非子中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王乃使玉人 李其仆 而得宝焰 随命曰 何世之弊 意思是 楚文王 让这玉公 把玉璞抛开之后 得到了一块美玉 立刻命名为 何世之弊 那么也就是说 抛开这个玉璞 和命名之间 没有经过什么 切割打磨 制作玉璧的过程 那就说明 这个何世必的璧 不是严格意义上 玉璧的璧 它可以泛指所有美玉 因此 何世必改造成 传国玉璧的可能 是存在的 那么究竟 这个传国玉璧 是不是何世必制造的呢 如果是何世必制造的 这传国玉璧 到哪儿去了呢 有人猜测 很可能是秦始皇 把这传国玉璧 带到坟墓中去了 实在是时间太久远了 那么何世必也好 传国玉璧也好 它究竟下落如何 我们也只能指望 考古奇迹的发生了 这传国玉璧也好 有点多传国玉璧 有点多传国玉璧 有点多传国玉璧